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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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 我们的Tastefuli channel 嗯 这一集 还是要菜玩吗? 上一集哦 我们做了一个叫做什么 艾潮国嘛 啊对 这一集 我们还是会做一个 甜点 一个糕点 那黄妈妈要不要介绍一下 它是什么小吃 什么客家小吃 客家粗叶版 粗叶版 粗叶 粗叶版 这个是粗叶 这个是粗叶 粗叶的话 这边大概有多少克 这里大概有差不多200克 200克啊 这个叫桑叶 桑叶 桑叶 那些我们会有 菜骨和豆干 菜骨和豆干 那当然做皮就少不了这个 糯米粉 糯米粉 糯米粉多少克 250克 所以我们的粗叶版 有分为两个步骤 就是 第一个就是做它的皮 然后第二个就是做馅料 这次呢 我们就先做馅料先 馅料的话 我们就开始热锅 热锅 那我们就下油 少许的油 少许 那我们热锅热油 大火 我们就把这个豆干 放下去炒吧 炒给它干 炒给它干啊 为什么我们要先下豆干呢 不下菜骨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呃 因为豆干比较难熟 不熟 因为菜骨会跳舞 哦 哦 因为菜骨会跳舞 所以是菜骨是过后才下的啦 可以 豆干干水之后 下菜骨给它爆下 哦 所以我们下一个步骤 炒干了这个豆干之后呢 我们就下这个菜骨 就下骨 就下骨 好 我们就要加一点点调味料 好 我们先加蚝油 好 一小糖厨 一茶匙的蚝油 一茶匙的蚝油 好 一点糖 少许的糖 然后酱青 加一汤匙 两汤匙吗 可以了 一汤匙大概 然后就加那个老抽 老抽 给它调原食 一汤匙的老抽 来 开点茶 有香的吗 然后我们 加那个黑胡椒 好了 我们的馅料就炒好了 那我们把它放在碗备用 那我们的馅料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皮 皮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要撒过水 撒水 烫一下水 那我们就准备了一壶水 手滚 手滚它先 水滚了 水滚了 我们就把这个醋叶 放下去烫 嗯 醋叶给放下去烫吧 哇 这个的炒的味道很香 这个要烫久一点 好了 三到五分钟了 那我先把火给灭先 哇 哇 我们现在就是要拿来 用搅拌机去打碎 这要拿出来先 因为我们要用那个炸的嘛 水分我们不需要太多 哦 水分不需要太多 哦 水分不需要太多哦 哦 所以 这个 醋叶酱呢 已经是搅拌好了啦 好 搅拌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这个 糗粉 糯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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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拿一汤匙一汤匙的放进去 一汤匙一汤匙的放进去 一汤匙一汤匙的放进去吗 嗯 我们要放它的叶子 好 放进去 放下去 放下去 然后我们来搅拌 好 再加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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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加上去 好 慢慢的加进去咯 嗯 所以它这个是不可以一次过夹的啦 要慢慢的夹慢慢的搅拌啦 好啦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最后一个步骤 把它搅拌匀啦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开始做一粒一粒啦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是揉到很均匀了啦 所以我要把它搓 搓长它 搓长它 旁边我们捏 OK 所以 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就要秤 秤 所以我们大概一粒要秤多少 40 40应该是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要手上油 我们要搓盐它 也是列成一个碗碗形哦 然后把碗碗放进去 我们叶子蘸油 以防它叶猪 好 好啦我们把这些厨艺板给 做 把馅料给放进去啦 所以现在剩下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要拿来 蒸 拿来蒸 我们这边准备了一壶热水 在滚着了的 我们现在可以放进去里面 好 OK我们把盖盖上去 然后接下来 就是等啦 嗯 我们差不多要等多久的时间 12分钟这样 12分钟 需要把气给放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好那12分钟后再见 妈妈 12分钟过了 你没吸到浓浓的味道 有 我觉得是时候我们要开起来看了 可以 来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 这个 菜脯豆干 出叶吧 啊 try go 嗯 嗯 菜脯豆干 真的是它的灵魂 有些人可以单靠就是说 初夜版啦 里面不要有料就是皮酱 是可以的 它是很香的 可是我当你接了这个 菜脯 你又加了豆干下去的话 因为我们看有调味嘛 它的味道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的搭配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讲 你们在家自己try 你们做好皮 那个初夜版的皮 你们想try其他东西 你们try花生呢 try什么酱 都可以 因为这个是可以很搭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try的是素的 就是菜脯跟 豆干啦 豆干 有些人try菜脯跟 虾米 虾米啦 有些人try不一样的搭配啦 都可以 嗯 肉酥也是可以 嗯 喜欢这集的话 再给我们买一个爱心 share跟subscribe 我们下一集 可能还会有 客家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们下一集见 我不知道有客家的什么 好不好 对 我们留一点 收起来嘛 不要全部show hand 是不是 ok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嗯 对不起 很香哦 太好吃了 谢谢 Mak 谢谢大家